我们要去做分析 所以一定要会去做同期比较 请你们学会同期比较这件事 这里是不是有各子类别的一个利润 什么叫做同期比较 也就是2016年跟2015年各月来去做比较 举例来说2016年装订机跟2015年1月的装订机来做比较 看谁比较高 这就叫同期 我现在要比的是什么 子类别 获利同期比较 因为要做这件事情 请问要不要把月算出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先在最右边 能不能多选几篮把它插入 然后我要在这个地方算月 那月的函数是month 请输入mon 然后接下来tap键 卷轴移到最左边 然后以订单日期 然后这边看到是订单日期 然后右刮符n课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有这个蓝1 请把蓝1直接改成月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会有1到12月 请你们先增加 调格中月 资料 栏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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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